收看这期的Gigi修送房屏 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房子 是我身后的这套一个三车库 然后看上去 非常是一个L形状这样的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60尺的宽具 也可以做中式厨房 只是要满间没有做中式厨房而已 那这个房子的学校 也是新学校属于了马尔学区 它的报价比较低 它现在的整体的 这个旗舰价格是58万多美金 最后做完的价格 大概在67万美金左右的一个价格 如果您对这样的房子感兴趣 就请看下去吧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房子 是一个L型构造的 它有两个车库在左边 两个车库在右边 它的基本构造是三个车库 要加第四个车库 如果土地够大的话 是可以加第四个车库的 我们打开门 就是这样一个旋转楼梯 旋转楼梯两边 分别是会客厅和主餐厅 我们先看一下 一进门的左手边 先是主餐厅 然后右手边是一个会客厅 我们再继续往里走 就是它漂亮的大客厅了 高挑的大客厅 八排窗户 整体的感觉就是很open的 往里走是厨房的位置 这个户型是可以建中厨的 如果建中厨 中厨的位置 就会在厨房的旁边 但是我们现在看的 样门间是没有中厨的 因为中厨是一个选择 然后这边呢 是早餐厅 整体来看的构造 就是这个样子 一楼的主卧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床 也是一米八成一两米的床 打开门 进来主卧洗手间 两个洗手台 中间是一个独立式的浴缸 整体的洗手间构造 是我们经常多建的那种洗手间构造 往这边走呢 有三个门 是两个卧室 一个洗手间的门 由于另外一个卧室是办公室 我们就不过去了 就是这么一个卧室的形式 两个卧室 共用一个洗手间 这边就是这个 共用的洗手间 这样的一个形式 我们向另外一边看一下 另外一边是活动室和放映厅的位置 所以它就楼下两个卧室 楼上两个卧室 活动室和放映厅 比较中规中矩的一种户型设计 但是这个房子是可以加中厨的 我个人非常喜欢中厨 因为加中厨炒菜什么的 我家里不会有味道 你喜欢这个户型吗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户型的社区 是什么样的感觉吧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社区 是位于Souston West Park 这条高速公路的南边 这个社区保留另一部分的 绿色植被和天然的生态 它的名字叫Fallbroke 这个社区在Fallshire的 这个大的区域当中 跟Kitty是紧紧相爱的 社区在Kitty和Richmond 两个社区的交界的部分 地税不是很高 整体的税率现在是2.9 从最初的3.1 降到了现在的2.9 周围的一些商业布局 基本上是要去Kitty这个大的区域 离亚洲城15分钟 离各大学校什么的 也是挺近的 整个社区从一般的房子 到比较高端的应有尽有 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的建商 Carventry Highline 包括Newark Perry Home等等 都是这个社区的成建商 我们今天介绍的 就有很多的建商在里面 社区的泳池啊 湖泊啊 都是一应俱全 这个在休斯顿大型社区当中 也是一种标配的存在 社区的健身房 湖泊 树木 都属于社区统一管理的 学校是新学校 是Lamar ISD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社区 它所在的位置呢 就在West Park旁边的一个位置 所以呢 它上高速很近 并且它往上走一点 就是南Kitty 这个地方离中国城 大概34分钟 一条直线就能进中国城 到市中心 也是走West Park这条高速 一条直线走进市中心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域构造 如果你对这样的社区感兴趣 上休斯顿好方网 看社区的更多信息吧 我是Gigi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